好,上一集呢,我读到了伯格里呢,在云南传教,其实已经涉及到贵州了,碰到了巨多的问题,我把上一集的脉络呢,给再复述一下,就是伯格里,他们这些传教士要去,就去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选的是,比如说最早从上海到了安徽安清, 后来到了云南昭通,云南昭通还不行,发展到了这个,像他们走到了这个,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那里很多网红到那里去拍这些个视频吧,就是那些个博人眼球的视频,说这些个小孩子啊,这些个老人如何如何的,凉山,发展到凉山, 其实从那里呢,他发现了离族,离族就非常的贫困,他发现就离族还要,当然也,这个也不是人家书里写的意思,离族还更差的就是苗族,就更差更差了,啊,这里就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社会上复杂的问题了, 比方说,呃,汉族,啊,离族,苗族之间,他们的阶层,啊,那么你伯格里一来了呢,这个阶层可能会被打乱,啊,因为伯格里去哪呢,都可以带着,所谓的当时的牙医,就是警察, 啊,而且县知府,就是等于说,嗯,这个县知府,我觉得就是县长可能比县长官,稍微是不是还可以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给他们写公告,就是要保护伯格里,洋人不能,洋洋,你不能动洋人的是吧, 啊,还有这里的吐司,啊,这些个,反正各种势力吧,这非常复杂的社会变革在这里面, 那么伯格里就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倾向于为这些个,呃,苗族人,啊,建,啊,呃,教堂,建学校,啊,建医院,专门针对他,为什么专门针对他们呢, 因为他17年就没有得到多少这个,愿意听他讲话,这个苗族人愿意听,其实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苗族人他没有多少语言好像是,也很难沟通,啊,那么他就也通过发译给他讲什么圣经里的故事, 讲完以后等一会再问,说那些故事还记得吗,大家说都忘了,就是这种, 其实我觉得当时的苗族的朋友可能是强烈的感受到,就这么高的人物, 就是县太爷都要,都要给鞠躬的这么高的杨大人,就这么看得起我们, 竟然说我们的,他的爹跟我们的爹是一个爹,就是指老天爷了,就是天父了,啊, 因此这些个人就源不断的都找他来,要加入他这个教会嘛,要参入基督教嘛, 这个伯格里是太振奋了,你想他17年在中国传教,啊, 信徒无非是十几个,啊,连百都没过,这样一下每天上千人上千的人的来, 那他就起一个动念,就是要为这些个人,啊,倾向于为他们建教堂, 建学校,建医院,什么就倾向于他,因为信徒都在这里了,啊, 那为什么信大家下也理解了,啊,那么现在的这里我要读的这一篇呢, 就是,啊,有一个姓安的,这个姓安的名字呢,就是,有这个,我在网上找不到,啊,出现了两个名字, 啊,都没有资料介绍,反正就是当地的名人,而且这个名人呢, 还是李一族的后代,好像李一族有点欺负苗族,啊,是他捐的这个八十亩, 又有个说呢,是六十亩土地,让伯格里来建这个,这个地方离着那个昭通呢, 七十华里,叫威宁,啊,在这个地方来建这个教堂,土地也有了,啊,什么都有了, 但是伯格里发现没钱,这也这么建呢,啊,所以说现在这, 我今天要读的呢,就是伯格里呢,开始,啊,要,要,要求苗族人要捐助, 苗族人够多穷啊,是吧,穷的简直就都没有,没有自己的物产这群人,啊, 还要给他捐助钱来,啊,我读一下啊,我们没有钱, 土地有了,现在又有一个困难呈现在伯格里面前, 他们开始想东宫新建房屋,但缺乏一样东西, 苗族传教团的历史就是不断遇到困难和面临考验的故事, 一个困难刚被克服,另一个又突然出现了, 他们现在面临着资金的困难, 伯格里在苗族计时中写道, 我们正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我手头没有款项, 而传教社团没有苗族的工作经费,啊, 在这里面呢,呃,他们的这个从英国来,教会来的钱,啊, 是有针,针对性的,我给你钱要干啥干啥, 关于苗族这个,没有,而且苗族这个发展也太快, 可能他们这个教会还没听说过有苗族, 这回事是吧,所以说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 呃,畅通的一个来钱的渠道, 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伯格里, 他用极其坦率的态度把所有遇到的困难告诉了苗族新土, 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响, 他们决定由他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是由每个家庭,每个成员捐出一百文钱, 对于这种境况的人来说, 这真是一项高尚的决定, 他们之中的一些确实是太贫穷了, 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必须为教会提供自己的房屋, 我则在这房屋里工作, 所有建筑包括墙壁窗户门房顶楼上和楼下全部加起来都不止五个先令, 灾难时常降临到这些人头上, 一场恶劣的气候就会导致颗粒无收,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来不知道, 早早实实的吃一顿饱饭是什么样子, 饥饿苦难死亡是普遍的现象, 他们的小孩子一开始就会面临低落压抑的人生, 在回家的路上, 某夜我们曾在一座小小的苗栽里, 许多群众带着一些可爱的儿童早上赶来,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给了我们七十文钱, 等等吧,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记录了, 1905年春天, 伯格里利用收到的捐款开始在石门坎修建一所教堂, 学校兼容的建筑物, 这里只有几户人家荒凉的山村,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伯格里从昭通请来了汉州老师王玉杰负责财务, 协助苗族人购置建筑材料, 李斯提反协助杨雅阁和张约翰担任翻译, 汉州木匠刘四负责房子的施工, 汉人王老太爷负购购购买粮食, 王盛摩副总看守并做饭, 同时安排苗族人杨雅阁和王道元协助工作, 钟焕然杨雅阁着手负责准备汉字办的教学工作, 同时着手试创苗族文字和编辑苗文歌诗歌, 这1905年就开始创造编苗族文字了, 为下一步创造苗文打下基础, 傅政宗同刘宗武负责到苗族村寨寻回传教和处理日常事物, 薄礼宽和待人推薪致富乐于帮助每一个人, 在当地越来越受到所有人的爱戴, 苗族人民是蜂拥而来, 为建设自己的教堂学校出人出力, 三月底工人们在山坡上产出一块地基, 伯格里在日记里写道, 几个月前荒坡现在成了繁忙的工地, 在教堂位置不远处至烧制瓦片的工作全速的进行, 瓦将们是起早贪费忙个不停, 他们技术熟练经验丰富, 有位苗族的老瓦将做总管领班, 制磨烧火, 制瓦于一身, 他有几十年的制瓦经验, 这里面还有很多时间不太够了, 那我赶快给跳过一点, 这里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聚聚到他这里, 一边修建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堂, 其实教堂和学校好像是混在一起的, 一边的在那里呢, 就是讲这个圣经的故事吧, 就是传道吧, 等等吧, 1905年8月, 他们终于建成了苗族的历史上, 开天辟地的一所第一所学校, 而且呢, 在墙上刷上了白石灰, 在群山的高处啊, 站在十几里以外就能可以看到他, 看到这所教堂, 颇为壮观, 苗族的这个同胞啊, 生活素来清苦啊, 卫生习惯的极差, 从不洗脸, 从不理发, 吃饭呢, 没有坐凳, 就是好像上过新浪热搜, 就是此时此刻的新浪热搜, 在那里呢, 有一个触发条款, 其实就是说的这里还是, 当地的这个行政机关呢, 对这个蹲着吃饭的人呢, 发钱, 很多了, 不是不叠杯子发钱, 反正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落营垃圾发钱, 其中有一条, 蹲着吃饭发钱, 你看这里也提到了, 吃饭呢, 没有桌凳, 人养了猪啊, 牛羊共处一时, 一些汉毒同工是颇有怨言, 所以这个和他们在一起, 就是不太接受吧, 但是伯格里呢, 却非常的坦言, 心甘情愿, 那伯格里住的这个地方呢, 也非常的这个辛苦啊, 他也住在那个地方啊, 在建新的学校, 新的教堂嘛, 在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一个草房子啊, 直接可以看上天上星星, 下雨的时候呢, 被褥都会淋湿, 非常艰苦了, 这些个名字, 我还是读一下啊, 所有的学生都自带干粮, 在小教堂泥屋地, 住起的火炉上做饭, 第一班是成人少忙班, 主要遭受成年学生, 这一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苗筑教会的中间力量和学校老师, 他们都是, 他们是杨雅阁, 张约翰, 王圣摩, 王精, 张夏宇, 王道元, 朱提, 朱彼得, 王淫头, 张慈, 张约翰, 朱约翰, 张德旧, 听那名字就是后来都是新起的, 就是这些人以前都是没有名字的, 张马太, 王希腊, 杨秀, 杨信, 杨高, 张高, 王成忠, 黄思提反, 你听这个名字, 叫黄思提反, 这个和宗教都有关系, 这些个名字, 熊, 马可, 王道元的儿子, 王明基, 等等, 这些学生中, 王希腊已经年过半百, 信祖以前呢, 是贪好悲中乌, 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他还相信端工, 这个端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 惯容巫术是治病骗人, 开始读书以后, 自己下决心白酒也借了, 非常的用功和青少年的, 比拼学习, 掌握了不少汉字, 还能流畅的读圣经, 先读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不读一下, 我觉得内心很难平静, 读完了内心很平静,